装修离不开甲权 那么甲权一旦超标 又该怎么来清楚呢 原来如此即将播出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盛春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毅 生活中的一些司空见惯 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 在这儿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你的好奇心 天天都有精彩 味大 刺眼睛 喉咙痛 你这刀过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是您的联络员段毅 在上一期节目里 咱们为北京的好桥观众 分析了一下 他们家甲权超标的原因 可是还没帮他解决问题 我明白了 是问这个去除甲权的办法 是吧 这样 咱们老规矩 还是看看咱们观众 平时都是用什么方法 来去除甲权的 我们的记者盛春林 作为本期节目的调查员 收集了大家的看法 甲权多了 可以在屋里 就是说放些醋 可以熏一熏 家里养点花 花应该可以吸甲权吧 木炭 木炭吸味 橙子皮 那个 吃那个鲁干 什么的 茶叶 我觉得就是 家里种点植物呀 然后养点花 然后可能会好一点 最好就是开窗通风 要不然没有别的方法 那些帮你八道那些都是骗人的 对收集到的百姓观点 可以汇总为 活性碳清除甲权 植物清除甲权 通风清除甲权 骨皮和熏蒸清除甲权 活性碳植物 大家方法还真不少 其实我们汇总一下大家的方法 就是吸附挥发和进化 我觉得呀 都挺有道理的 不过哪种方法最好呢 要说这哪种方法最有效的话 其实有一个办法最简单 那你说说 启动咱的实验 今天的实验将在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 实验室里来进行 实验的第一步 是检验活性碳 是否有吸附甲权的能力 实验室由张长斌博士来完成 实验室这样子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称好的活性碳呢 搁在这个玻璃管里边 然后这一看 这黑颜色的就是混碳 然后那边呢 有一台产生这个甲权的装置 我们把产生的甲权呢 通过这个 带有这个混碳这个玻璃管 那边呢 另外呢 还有一台检测仪器 可以检测这个混碳 对甲权的这个进化效果 这次实验不确定实验时间 根据检测仪器上的数据来进行 实验开始了 虽然甲权具体并不能观察到 但是数据显示 甲权在通过活性碳时 它的浓度在明显的降低 然后你看呢 它通过活性碳之后呢 它这个活性碳明显降低 就证明有部分这个甲权 被活性碳吸收了 实验的结果证明 活性碳可以吸附甲权 这个方法好 这活性碳一放啊 这什么味都没了 那也未必 有时候眼前我们看到的结果 未必是最终的结果 可是仪器上明明显示 甲权没有了呀 可是我们的实验并没有结束 那么我们还有变化 到底有没有变化呢 咱们还得继续实验 实验继续进行 随着甲权发生器 不断向活性碳释放甲权 检测仪器上的曲线 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可以看到了 经过四个小时之后呢 这个甲权的这个高度 又很高了 就表明呢 又有大量的这个甲权呢 通过了这个 荷星碳的这个床层 这表明就是说 这个荷星碳的这个 净化甲权的能力 一达到饱和 它就不能再吸附这个甲权了 实验结果证明 虽然活性碳可以吸附甲权 但是一旦饱和 就会停止吸附 饱和了就不再吸甲权了 不光是不再吸了 它还有一个弊端 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二次污染 难道它会把那吸附去的 甲权再吐出来 会不会呢 要想知道这个结果 跟我来 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模型 这个呀 是我做的一块 活性碳的模型 大家看 上面有很多小的孔洞 我把其中的一个小洞放大 制作出来了 现在这个放大的模型 大家注意看这个活性碳 这一个米粒大小颗粒的活性碳 如果把它的孔系 一个个剥离开来 可以整整铺满一个三十平米的房间 当然 前提是 咱们得有啊 这么精细的工具 不就是碳吗 怎么加了活性两个字 就不一样了呢 其实这活性碳 也是由这个天然的木碳 经过深加工之后 才具备这样的特点 可它这孔系多 也不代表能吸附毒气啊 你别着急 咱们接下来看看小宁啊 对下一个这个模型的这个演示 你就会清楚一点 我用这些蓝色的小条 来代表甲醛的分子 现在我就让大家看一看 活性碳是怎么来吸附甲醛的 由于这个碳粒子的表面啊 面积比较大 所以它可以跟这空气分子啊 充分的接触 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这些孔系 恰恰可以截留这些甲醛的分子 让甲醛进入到里面 就跑不出去了 尤其是空气和空气分子 之间的相互吸引 哎呦我知道了 正是这空气分子之间的相互吸引 才让这活性碳啊 有了这么好的吸附功能 嗯 但是呢 它的缺点也十分明显 当这个活性碳啊 吸附甲醛已经吸满了以后 也就是说 当这个我做的这个模型 这个孔系已经饱和了以后 它就很难再吸附新的甲醛了 如果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之后啊 已经被吸附的甲醛分子 有可能又被毁发 啊 那这有毒气体 不是又跑到空气里去了吗 嗯 不过这对于甲醛的危害来说 还不是最严重的 还不是最严重的 嗯 来看资料 科学家们曾经做过实验 把一滴甲醛的水溶液滴在一块粗糙的木板上 然后用水冲洗 五天后 这滴甲醛的浓度只有微小的变化 十天后 它的浓度也仅仅降低了三分之一 二十天后 在这块木板上 仍然能检测到甲醛 直到第二十八天 甲醛才完全消失 科学家们经过跟踪发现 居室内装修材料里 家具上左含甲醛 虽然它们左含的量不同 又想完全检测不到 至少需要三年到十五年的时间 十五年 没错 没听错吧 是十五年 也就是说在这十五年间 这甲醛会源源不断的往外冒 这可麻烦了 这好瞧观众他们家超标的不少呢 那总不能让人把这新房子晾个十五年再住吧 你别着急啊 咱们还有一种实验方法 没事呢 等等等等 我想起来了 不是 你这干什么一惊一仗 你到底想起什么呢 是这样的 咱们明明有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用了 干嘛把那车弄那么复杂 什么简单的方法 你想啊 家里有甲醛了 有味了 是吧 我们把窗户打开 通通风不就没了吗 多简单 这倒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但是管不管用呢 咱们来看一看 开窗通风可以是甲醛散掉 但这只是散实的 因为含有甲醛的材料 会不断地向外挥发 开窗时它会暂时降低 窗户关闭后 它又会升高 专家们研究发现 室内甲醛在19摄氏度时 开始从家具和板材里游离出来 温度越高 它们挥发的速度就越快 冬夏两季是人们开窗最少的季节 夏季平均室温在20摄氏度以上 冬季因为暖气空调的使用 室温也会达到这个温度 所以通风也并不是清除甲醛 理想的办法 看来开窗通风的方法还是不行 那当然了 不过这每天啊 房间里开窗通通风 这都不是什么坏事 那这招不行啊 咱还是得再看看实验了吧 进化实验室选用人们尝应的另外一种去甲醛的方法 植物清除甲醛 实验室在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的实验室里来完成 实验室检测植物能否进化空气里的甲醛 在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将吊篮 长春藤 芦荟 龙舌兰等植物 放在眼尖的这玻璃仓中 对玻璃仓进行严密的封闭 这个是三西传的甲醛 然后我们用微量净氧器进四微生甲醛 这个剂量的甲醛如果在一个十平方米的房间里 会有一股强烈刺鼻的气味 工作人员开始检测最初玻璃仓宇的甲醛含量 当前显示的毒素是3.20 然后等到48小时以后 我们再检测一下甲醛的含量是多少 就目前的甲醛测定值跟48小时以后的甲醛测定值 通过一个公式我们可以算出甲醛的降解量 实验设定为72小时 在这72个小时里48个小时检测一次 72个小时再检测一次 看看这个时间里植物能否完全吸收甲醛 48个小时过去了 工作人员开始检测 放入植物的玻璃仓里甲醛的含量 现在甲醛测定的毒素是1.29 从这个毒素看来 植物对甲醛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实验结果证明植物可以降低甲醛的含量 这方法挺好的 在家放盆植物不但能够吸甲醛 还能美化环境 这听着是不错 但是你得看效果 我怎么觉得听你这口气好像又不好使 到底好不好使 我说了不算 还是实验说了算 在这个玻璃仓里 植物已经与甲醛共存了72个小时 玻璃仓里的甲醛 是否已经被植物完全吸收了呢 第二次检测开始了 现在甲醛测定的毒素是1.11 也就是说玻璃仓里还有甲醛 那么是不是给植物的时间不够 才造成甲醛没有完全被吸收呢 调查员决定把时间再往后推上24个小时 但是随后的检测中 这个树枝再也没有发生过变化 可以看出 经过一定时间以后 植物对甲醛已经没有降解作用了 植物的结果证明 植物可以净化空气 但达到最大净化能力时 它会停止净化 这也不行 那也不理想 你别郁闷 咱不是还有一个法宝没使的吗 你是说专家 专家肯定有办法 北京的好瞧观众 在净化室内甲醛的方法中呢 现在有一种催化剂 叫薄泰催化剂 它可以附载在蜂窝陶瓷的载体上 通过风机呢 是空气流经催化剂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把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呢 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 目前这是一种效率最高 对人体无害 所以它是一种理想的去除室内甲醛的一种方法 催化剂去除 对了 咱们可以归纳一个新的类型 叫催化剂去除法 这种方法观众可没见过 解释解释 怎么回事 没见过没关系 咱们可以通过实验来见识见识 这个催化剂去除法到底效果怎么样 眼前这台正在运转的机器 就是催化剂去除甲醛的设备 这个像砖一样的东西 就是含有催化剂的蜂窝陶瓷 它上面呢 就涂出了这种 一个硅金属的这种 净化甲醛的这个催化剂 然后呢 通过这个甲醛呢 通过这个催化剂 通过这个模块之后呢 和这个孔道里的这个 你看可以看到一个小细孔 通过这个小细孔呢 和催化剂接触呢 然后就被那个分解了 实验开始了 张博士首先在房间和设备 入口处放上了甲醛 此时室内充斥着一股 惊人的气味 如果不戴上口罩 根本无法再次逗留 设备也瞬间开始爆击井来 另外的房间里 检测仪器上的缺陷 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峰值 实验计划是四个小时 看看在这四个小时里 房间里的空气有什么变化 四个小时后 当调查员再次走进房间时 房间里的空气质量 基本上达到了生活标准 检测仪器也显示 甲醛已经降低了95%以上 实验结果证明 辅化剂可以有效的转化甲醛 经过这些实验 我们终于为北京的好桥观众 找到了安全可靠的办法了 现在好桥的问题 不过在这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 您在装修的时候 一定要到正规的商场 去买那些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装修材料 关于这甲醛的问题 咱们就说到这了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和我们联系 由我这个观众联络员替您转达 届时将我们共同为您来解答 您会发现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汽车厂商将如何面对 更多有个性需求的客户呢 德国弗朗恩霍夫协护的工业工程 与组织研究所 正在从事着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工作 这些科研人员要使这繁杂的工作 简化到五天 而五天要如何生产出一辆汽车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